我觉得本来在黑寒事件之前 对何志伟比较有利 因为40占三分之二 再怎么样40区何志伟比较强 可是这个黑寒 这个黑寒实在太离谱了 因为我自己也看 随发的黑寒 就脸书一堆啊 一堆梗图啊 而且已经是 不同的黑寒 二十几张哦 各式各样的 反正都是那个名字连听都没听过 那有的网友不到十个 你就知道那个就是1450吧 可是就是 那个倾向性非常明显 就是集中打王事件啊 而且打得非常下流啊 讲男女关系啦 讲他跟黑道啦 一大堆啦 连徐国勇都被扯进来 那这个就造成 你把这些人都打 然后这些人就 他们就团结起来了嘛 那为什么要这样打呢 不 何志伟说跟他没有关系嘛 可是这个东西就变成是 这个信者恒信嘛 我觉得何志伟没有处理好 这个危机啦 这个危机你至少可以做表态 比如说你认为这个不宜 不对 不应该这样做 公开谴责 公开谴责 那结果就一直连着嘛 所以到最后变成整个音系都跳出来了 那庄瑞雄跳出来 我认为影响蛮大的 为什么 因为庄瑞雄长期都是选 这个士林那一代的市议员 对他以前是士林北投议员 对啊 而且士林他非常强 那王世坚刚好是大同非常强 所以就变成联手了 一个士林一个大同 对然后再加上黄成果 黄成果台北市党部主委当过八年 那实际操盘也超过12年以上 所以现在就很难讲 现在就很难讲 那我有听朋友讲 说他在住在大同区 他平均十个小时 会听到何志伟的宣传车 那接到王世坚一通拜托电话 接到何志伟三通电话 所以这个文宣的动员的力量 何志伟是比较吓得很凶 电话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直接用数字跟大家报告 四年前的时候 这个废红胎 他只赢许舒华6000票 但是这一区刚刚讲 王世坚和何志伟 国民党根本找不到人出来选 所以他们是头过胜就过 就算断脚我也过 所以他们就杀到间谍 反正你就国民党派谁 但是刚刚那个亮哥讲的是重点 因为王世坚他比较特别 他没有在这区经营 他只有大统 市里没有 可是王世坚基本上是民进党 算全国级的这个政治问题 你不需要 虽然何志伟他的宣传的经费 据说有人讲说没有上线 反正要赢就一定要开轮 很多宣传这很多布条 很多办公室都要电话 可是其他人就都没接到电话 他不会不认识王世坚 那那个黑韩事件 我觉得是有伤的 因为黑韩事件 何志伟的说法是 会不会自导自演 他先反打 然后再一言语他说 我没讲他去什么motel去哪里 那大家就觉得你很酸了 然后另外就是手机加赖 那个事情也是一样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会觉得说没有必要那样 他拿出来给大家看说 你看他跟黄成果通电话 他没有讲 但是后来就出这个新闻了 那我也有跟王世坚加赖 因为他确实不太会用 他真的不会加 我来帮他加 我也看到他跟很多人通电话 但我本来不会在节目里面 把他拿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一区 我本来也觉得王世坚去挑战那里 其实只是挑战个意思来 表示说我们这样子 弄完就回去当议员了嘛 那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王世坚 跟何志伟在那个地方初选 五五波